以后你要是想吃叉烧不要再去外面买了 家里只要有电饭包就可以做出美味的叉烧 做叉烧首选这种肥瘦香筋的梅花肉 放点姜蒜,一勺生抽,一勺蜂蜜,一包叉烧酱 它还可以用来做叉烧鸡翅,叉烧排骨,抓匀腌制两小时 电饭锅底铺上姜葱,放入肉肉,腌肉的料汁也倒进去 然后按电饭包煮饭键30分钟 出锅啦,是不是看起来很有食欲 放凉后切厚厚的薄片 这样做的叉烧不老不财,大人小孩都爱吃 春天是吃青菜的季节,怎么能少得了这道上汤豆苗呢 水开放勺油,下豆苗焯烫30秒就可以捞出来了 油热下姜蒜炒出香味,然后放皮蛋和烧肉,煸炒两分钟 加入一碗清水,煮开后放盐和胡椒粉调味 再来几个枸杞,淋在烫好的豆苗上就可以啦 广多人是很讲究彩头的,过年少不了这道白酌生菜寓意生柴 水开放勺盐和食用油,这是生菜翠绿不变色的关键,烫30秒捞出 葱姜辣椒汁浇上热油,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很多饭店都在用的白酌汁 你也试一下吧 每次做这道红烧鱼,我家四个儿子都爱吃 锅烧热,盐锅边撒点盐,下螺非鱼煎至两面焦香,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再放西红柿炒出番茄汁 加入一碗水和煎好的鱼,放生抽,蚝油,盐,鸡精调味 煮开后,扣盖煮5分钟,然后来点水淀粉收一下汤汁,放上葱段就可以了 广东经典名菜三杯鸭,到底是哪三杯呢?看完你就知道了 第一杯花生油,油热下半只失恋的鸭公,煎至表皮焦黄翻过来 然后放姜蒜味炒出香味,第二杯酱油,第三杯米酒,少许老抽上色,几颗冰糖 中小火边煮边浇汤汁,煮上30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 这是做鸭30年的大厨告诉我的三杯鸭做法 学会这道菜,招待客人非常有面子 第一杯花生油,油热下半只失恋的鸭公,把表皮煎至焦黄翻过来 然后放葱姜蒜,煎炒出香味,第二杯生抽,第三杯米酒,少许老抽上色 放点八角香叶,几颗冰糖,小半碗清水 中小火边煮边浇汤汁,煮25分钟,中途多翻面几次,最后大火收汁就可以了 大小朋友都喜欢的水晶虾饺,Q弹爽滑,想吃又不会做的,不要错过咯 准备点虾泥和虾丁,然后放马蹄,胡萝卜,玉米,肥肉丁,晒放盐,白糖,胡椒粉,蚝油,生粉,一勺香油 搅拌均匀备用 碗中放250克水晶饺子粉,用开水和面,搅拌成絮状,放5克猪油,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粉团 然后搓成长条,分成20克左右的面团 擀成薄薄的饺子皮,放上馅料,按照自己的喜好捏成你想要的饺子模样 然后水开上锅,大火蒸8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放点鱼子点缀,更漂亮,这样做的水晶虾饺,我家四个女儿都爱吃 咸水饺是广东非常有名的一道茶点,外酥里糯,茶楼桌桌必点,没吃过的千万不要错过咯 首先五花肉丁炒出油脂,再放虾米炒出香味 然后放香菇和新鲜虾仁,一勺料酒去腥 翻炒均匀后放半碗清水,放盐,白糖,胡椒粉,蚝油,老抽调味 继续炒匀后放一勺水淀粉勾芡,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 再倒入碗中放凉,加点韭菜和五香粉,咸水饺的馅料就做好了 准备75克橙面,用100克开水烫面,搅匀放凉备用 250克糯米粉中放75克白糖,180克温水,搅拌成絮状 刚才烫好的橙面放进去,加75克猪油 把猪油充分揉进面团里,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粉团,再搓成长条 分成35克左右的面团,做成面皮,放上馅料,包成大饺子的样子 三层油温下锅炸,小火慢炸出蒸出泡后,再开大火炸至这样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咸水饺外皮脆糯,里面咸香,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 这是每个广东人都爱吃的香芋齿汁蒸排骨 将蒜末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加一包齿汁王调味酱,搅拌均匀 淋在排骨上,再放一勺淀粉,抓匀腌制10分钟 盘底铺上香芋,再放上排骨 水开后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鲜嫩入味超级好吃 作为广东人的我,蒸排骨就是我们的拿手菜 蒜末焦热油激发出香味,放盐,白糖,生抽,蚝油,搅拌均匀 倒入排骨中,放一勺生粉,抓匀腌制半小时 南瓜切厚厚的薄片,盘中摆成圆柱形,排骨摆中间 水开上锅蒸25分钟,太香了,答应我你一定要试试 这个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小朋友很喜欢吃的菠仔糕 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碗中放300克温水 100克白糖,200克菠仔糕粉,搅匀化开 碗中放点你喜欢吃的水果粒,倒入8分满的粉浆 水开中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满口都是小时候的味道哟 这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小朋友很喜欢吃的椰浆红豆菠仔糕 碗中放30克白糖,120克温水,60克椰浆,100克菠仔糕粉 搅匀制顺滑无颗粒,碗中放上红蜜豆,倒入8分满的粉浆 水开中火蒸上20分钟就可以了,放凉后再脱膜 满口都是小时候的味道哟 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香芋椰汁西米露,原来做法这么简单 锅中放芋头,紫薯,一杯西米一定要浇入滚烫的开水,煮30分钟 再关火焖20分钟 出锅前放点冰糖和椰浆 这就是经典广式糖水,香芋西米露,冰箱冷藏2小时口感更佳 这个就是你们在外面吃汤粉汤面放的红葱油酥 无论是拌粉拌面还是炒菜都特别的香 做葱油酥我们用的是这种红葱头,然后横刀把它切成薄片 炸好葱头油的关键,冷油下锅,开中小火,边炸边搅动 十几分钟后慢慢的葱头变黄,浮在油面上 这个时候用手指抓一点点水撒在上面 水蒸汽消失后马上捞出来 铺在厨房纸上,一定要摊开,放凉后就可以装平了 用这个油泡着葱头,无论放多久它都是酥脆的 这个是我们潮汕的特色,炸虾枣 现在外面是买不到的,自己在家做起来吧 首先把肥肉切成小颗粒,鲜虾仁切成大颗粒 放上马蹄,香菇,胡萝卜,芹菜,葱花,盐,五香粉 一个蛋清,两大勺红薯淀粉 用左手抓拌成这种粘稠的状态 包虾枣要选用头层腐皮,把它剪成合适的大小 放上馅料后对折两边,再卷成这样的长条状 一张腐皮大概可以卷两三条 切成小段后四层油温下锅炸 小火半煎半炸,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样做的虾枣,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来 年夜饭做上一道酸酸甜甜的樱桃肉 全家老小都爱吃 切好的里脊肉里放盐,胡椒粉,料酒,蛋黄 招勻腌制15分钟 然后再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五层油温下锅炸,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留底油,倒入一包调制好的糖醋汁 炒至浓稠起泡后,倒入炸好的肉肉和小青豆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广东人都很喜欢的枸杞叶猪杂汤 经常熬夜看手机的一定要多煮来喝哟 新鲜的猪杂放点姜丝,盐,胡椒粉,生粉 抓拌均匀,再放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烧一锅开水,放姜丝 倒入腌好的猪杂,煮开后撇去浮沫 然后放入枸杞叶,加盐,鸡精,胡椒粉调味 最后来点枸杞和一勺蒜头酥 营养好好的枸杞叶猪杂汤就做好了 酒店工作30年的大厨告诉我 葱油鸡这样做比龙肉都好吃 一只鸡不够吃,我准备了半只 鸡皮上抹点盐,铺上姜片 水开上锅蒸25分钟 准备沙姜和红葱头 沙姜跟生姜是不一样的 它比生姜要香很多 切碎后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放两勺生抽,少许芝麻油 淋在蒸好的鸡肉上就可以开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